在淡水大竹围地区目前有设置两处的U-bike站点 但是日前有民众向市议员陈伟杰反映 在淡水竹围民族路112项的民权公园这一处并没有设置U-bike站 许多附近居民要从捷运竹围站都无法骑U-bike回家 有时候还得走路 因此日前市议员陈伟杰就邀请市府交通局来会看 民众认为如果要在这里设置U-bike站点会方便许多 我觉得有比较方便 因为这边走到捷运站的话 大概还要将近十分钟的路程 然后如果设一个站的话 就是至少如果有时候提比较重的东西 这样子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而且比较快 对比较快 附近民众表示从民权公园附近的住宅区 要走到逐围捷运站 要花上十分钟的路程 如果加上有提重物或者是其他物品 有U-bike可作为转接的交通工具会方便许多 而市议员陈伟杰也表示 在会看过后 交通局也实地测量民权公园的空间 未来可以来施作设置U-bike站点 那因为目前租围地区只有设置两个U-bike站点 所以我们也收集很多网路的资讯 发现说也有了很多的我们的乡亲 或是我们的网友建议说 可以来这边设置一个U-bike站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相关单位 来这边会看 看实际的一个设置的状况 那目前看起来也符合这附近的住户 或是我们的民众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也会请相关单位尽速来研理 让我们这边附近的居民 能够有这个U-bike可以来使用 议员表示 逐围地区人口集中 许多民众上下班都有U-bike的需求 考量到附近居民使用的方便性 目前在民生路上的逐围公园 有一站使用率达到每日100辆次 而逐围捷运站使用率达到每日的200辆次 算是平凡 而未来在民权公园市府交通局 将会设置15住 30辆的U-bike提供给民众使用 记者许多一带去采访报道